載牛羊的規矩,你未記十七章一至九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,你曉譽雅倫和他兒子,並以色列眾人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乃是這樣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,載公牛或綿羊糕或山羊,不驅載於營內營外 若未曾牽到會幕門口,耶和華的帳幕前,獻給耶和華為貢物 流血的罪,必歸到那人身上,他流了血,要從民中剪除 這是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們在田野裡所獻的祭,帶到會幕門口,耶和華面前 九級祭師,獻與耶和華為平安祭 祭師要把血灑在會幕門口,耶和華的壇上 把枝有焚燒,獻給耶和華為輕香的祭 他們不可再獻祭給其他行邪任所隨從的鬼魔 這要作他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要曉喻他們說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,或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愛人 獻繁祭,或是平安祭,若不帶到會幕門口獻給耶和華 那人必從民中剪除,經文讀筆 在別的地方,他也會擁有的地方 要以色列人的調節 在這裡,他會擁有的地方 他會擁有的地方 但又要是平安祭 這也是平安祭 這次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